新港湘農會是正在新農豆食堂 基本是新港豪米糧農民節代表 只要這個活動可以讓各個民眾了解新港的香味 黑豆和各種作品活動當中 馬上合了農民節慶祝活動 標榮在地優秀農友 新港推動新港豪米糧的活動 成為農民節的頒獎 我們大家知道新港是專官 所有農會表現第一名的農會 非常有創意 尤其新農豆食堂開幕後 可以說這個空間比這是新港人 一個很好的空間 所以今天將他們所謂的好的米糧 包括他們的黑豆 包括他們的新河米 我想在這裡都可以讓我們鄉親事大 大家做回來 那當然今天最重要的是 頒獎給所有的有工的農業從事人員 那這裡有年輕也有老的 我想這些老的有老經驗 但年輕人面對現在新的農業 有新的科技農業 所以我想農業一台傳一台 是一個永遠不會消失的產業 也是一個嘉義線的命脈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觀眾說我都除了提供在地農產品之外 也頒獎給所有有工的農業人員 老農有登記的經驗 請農是有創新的循環 一相信農業十足可以一台傳一台 越來越好 帶用新聞環佩儀 蔡鳳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